在广州的一位三五岁的小男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设计师 每天加班严重 尤其是最近的加班使得他失眠了二个月 直到前几天不幸突然就离世了 并且在这一个月内他整天感到自己昏昏沉沉 头也不断的发晕 有时候还差点摔到站不住了 但是对于他来说他认为赚钱最重要 无论是什么疾病 只要自己有钱了 以现代的医疗技术一定能得到治疗 治病也就是钱的问题 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为了赚钱他整天加班 甚至是回家还会修改设计搞到深夜 以至于他感到自己快撑不住了 但是想象他的家人他又一咬牙 立马喝两口咖啡就去工作了 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再也到了晚上感觉不困 平时睡眠也越来越少 失眠是一种常见的精神类疾病 有些人是被迫失眠 也有些人是因为自己平时不良的生活习惯所造成的失眠 但是不管是哪种失眠对于人体的伤害都是不容小的 1.35岁男子失眠2月最终不幸离世 84岁钟南山三种食物吃太多 不失眠才怪通过这位35岁设计师因失眠离世的案例 我们不难看出不良的生活习惯是导致失眠的主要原因 作为我国的抗疫英雄 钟南山院士如今已经年过84岁了 但是他的身体一直都十分健康 对于失眠这个问题 钟南山院士也有一定的了解 因此钟南山提醒 这三种食物吃太多 难怪每天失眠早醒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1.容易饱腹类食物 很多人喜欢在晚餐吃一些脂肪含量以及热量比较高的食物 其实这是非常不正确的 经常吃一些容易胀气或者是吃得过饱 是会造成睡眠质量的下降 以及产生失眠的情况的 因为大量的食物容易在肠胃中无法消化 就会导致身体在英国睡觉的时候没有困意 引起脑供血不足的情况导致失眠的产生 2.动物内脏 动物内脏的脂肪含量还是非常高的 对于经常失眠的人来说要少吃一些脂肪含量高的食物 经常吃这样的食物对于睡眠质量的改善来说很不利 像是经常吃的鸡蛋黄虽然里面含有大量的微量元素 但是对于心脑血管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吃多了就会造成脑部神经系统紊乱 对于睡眠状态也有影响 3.高盐食物生活中需要控制盐分的摄入 吃太多的盐会导致肠胃功能消化出现问题 造成肠胃功能的负担 对于睡眠质量的改善以及提高睡眠质量来说都是很不利的 想要晚上睡得好需要平时就应该少吃一些盐分 这样才能够帮助提高睡眠质量改善失眠 尤其对于晚餐来说太咸的食物不要吃像是腊肉烤鱼等 这种食物的盐分含量过多 摄入过多就会导致脑部神经系统出现紊乱 造成脑部血管壁弹性下降 导致睡眠产生问题 影响脑部中枢神经系统 2.身体要是出现四种现象 多半是失眠严重 劝你早点入睡眼睛周围发黑 眼带严重经常感到头晕心慌以及胸闷气 短半夜总是被惊醒 总是手脚冰凉 总是感到腰膝酸软 总是感到浑身无力 在平时的生活中需要注意自己身体上发生变化的同时 对于失眠的预防也是必不可少的 多采取一些有利于睡眠的生活方式 对于睡眠质量的提高 以及睡眠状态的改善也是非常不错的 3.经常多做二件事 睡眠质量提高了 睡得踏实气色好合理 饮食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睡眠质量 尽量不要吃一些太辣太刺激的食物 如果可以的话 容易失眠的人可以多补充赤脂多素 这种物质来帮助改善失眠 这种营养成分中含有大量的赤脂三天 能够对于睡眠质量的提升 以及失眠的改善有着很大的帮助 并且其中活性酶 对于提高睡眠质量 以及清除体内多余废物 都有着很好的帮助 坚持运动 对于经常睡眠质量差的人来说 经常加强锻炼 对于睡眠质量的提高 以及失眠的改善都是非常不错的 锻炼还能够增强身体的基础代谢 使得身体产生疲惫感 进而更好进入睡眠状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